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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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凱利克 澳洲对恶名昭彰的银行枪费 我对保险帚子 我辩认币 只不过凱利克人 虽然见了金玉 但他的心还想着 外面的自由世界 趁着女友路西来探监的时候 凱利克告诉路西 他有一个练郁的方法 那就是 她打算在监狱里 搭直升机逃出去 刚开始还以为 这是个不可能半道的逃狱计划 但没想到 露西真的弄来一架直升机 她假借都市旅行的名义 找了直升机业者 说想要进行空中观光 俯瞰雪梨 就在直升机接近监狱附近的时候 露西突然拿出藏在包包里的手枪 抵住飞行员的头 然后大喊 这是捷机 任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 这几乎是天方夜谭的 捷机捷御事件 宛如电影般的情节 却真实发生 而飞行员一度想通过无线电呼叫 却被露西阻止 然后她勒励飞行员 立刻在监狱降落 早就等在底下的凯莉特 一看到直升机降落 见机不可失 马上拔腿狂奔冲向直升机 监狱外的监视器拍下整个陶遇过程 直升机先是低空盘旋 几秒之后迅速飞离金域 不过这个看似缜密的陶遇计划 却在他们下了直升机之后发现 露西忘了带逃亡用的汽车钥匙 没有车拿也去不了凯莉特和露西只能躲在汽车旅馆里头 而警方也掌握了钱资 马上围捕攻坚 终究还是邪不胜症 开立刻这个银行大道重回牢笼之后 乖乖服刑十七年才获得假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